为人商鞅 杀干龙则太子法令如山 一杀而设满朝权贵 法刑数年 国家大治 民风大变 人人勇于攻占 妾于私斗 秦国的羽翼丰满了 但商鞅也因触犯权贵 结怨于太子 而给自己的未来 埋下了危机 《法刑》 欢喜酒 在何之中 妖妖熟女 君子好求 冠冠聚酒 在河之州 要挑淑女 君子好求 君子好求 哦 君子好求 要挑淑女 君子好求 冠冠聚酒 在河之州 要挑淑女 君子好求 冠冠聚酒 在河之州 冠冠聚酒 在河之州 要挑淑女 君子好求 君子好求 哦 君子好求 要挑淑女 君子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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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博士 左书长 赵博士 左书长正在为国事繁忙不亦搅扰 实在傲昧 今日朝堂之上 承蒙赵博士顶密相助 卫央真是感激不尽 请 啃草令 正是 农为安邦之本 占为强国之道 而法则为立国立民之纲 用厚赏来激励百姓农战 以重刑来惩治庸臣奸民 若此法得以推行 再配军绝律 不须时日 南庚女之兵强马壮之景象 必呈现于千里秦邦 如此之大好河山 若不是他称雄于天下 你我岂不一笑后世 左书长 英贵国干 卓而不群 赵梁不胜敬佩 博士大人 今天特待弟子孟兰高 投奔大人 如蒙不弃 也算莫赵梁 对国军尽了一份精力 孟兰高 愿跟随左书长大人赴汤蹈火 死而无憾 快快清起 赵博士 你对我如此鼎力相助 我为央永世不忘 左书长所为乃为大秦百年基业 赵梁自当结成效力 只是 只是左书长 随有治国之法 亦不可无治国之道 今日朝堂之上 左书长锋芒毕露了 再来 再来 变法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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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城门下去 快 变法喽 快点 变法喽 变法喽 何处长变法喽 变法喽 大家注意了 左处长有令 有谁能将此幕扛到祭坛者 礼赏十斤 老大人 快去 你们快去扛 快去 快去扛 快去 还赏金十两 走 我们不要赏金 快走 走 别走 回来 是你们左处长的赏金太高 把老百姓都吓跑了 不就是一根木头吗 倘若在下招呼一声 不要赏金一文 总有账目摆根也能抬走 你信不信 太师 何谓法令 法令就是尊者行 为者尽 不信 今日此举在于信 而不在于赏 太师倘若轻扛此幕 赏金五十 你 走 走啊 谁能扛走此幕 赏金五十 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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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人 罪奴不要上街 为何 罪奴名乌丑 本为为国贱民 现宫二十一年秦军攻破石门 乌丑母子二人被秦国掳为奴隶 望大人能将我母子俩附身为民 赏有定分 无得战功者不得赎身 罪奴大胆请恕罪 无丑 自今日起秦国就要变法了 你只要多开荒地 多交粮食 奋勇杀敌 多展首集 你就可以因此而建功得绝 有了绝集 就可以赎身为庶民了 大人 若真能如此 乌丑愿以死力孝之 乌丑 快把赏金拿回去 辩法非同而戏 有信必杀 谢国君 谢左庶长 白人 是 将此账目竖起 以此为之 自今日起上自倾向 下至奴隶 有功必赏 有罪必罚 为者必诛 乌丑法什么意思 就是把百姓物价编威武 武师家练威一时 如有一人犯罪 武师之中 无人举奸告发 就要连坐定罪 怎么 我们也别入武师之内 对 秦相大夫 盖莫能外 还有什么 凡是奴隶 于敌作战时 斩得一手 既得爵位一级 用爵位可以赎身 如家爵两级 可赎亲生父母为庶民 宗宗室皇祖 无军功者 不准降富贵 你再说说 你再说说 宗室皇祖 无军功者 不准降富贵 快礼仪乱章 难道还要我们这些老臣 杀敌斩到首级不成 魏扬依仗国军对他的信任 胡作非为乃祸国之人 以心法 你这叫妄言犯上 当妖战 难道我们就置若网门 自有相克之人 谁 国军登基之年 被更深之年 当年九月 有怪兴横空命犯太岁 怪兴乃天狗 虽来世就猛 但行至天寺 必转西去 能至殤阳者 只有太子寺 那么我们就 用一用太子寺 怎么用 天意即将 顺势而成 快点 快 让把劲 拒练 拒练 快 拒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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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乱生强强 快点 翻 翻 也为爱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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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法法令已可于此顶之上 法顶所书 上下官吏 无需执行 但非一者杀无赦 尊敏 小子 还能够摆 护尊敏 行啊 三楼 你意欲何为 你假借国君之命 在此记顶立威 老臣我胸怀忠义 在此哭顶有可不可 宪祖木工啊 你在旧天之上 睁开眼睛看一看吧 堂堂大秦 已被一群孝孝之徒 败坏到了什么地步啊 甘龙 金法法令 住到了顶上 就是国君之命 这是什么 国之重器 是 国君岂能受你一人蛊惑 单凭一家之言 就住此神器 置大臣于何地 看来 甘大人是要反对新法了 秦国如此变法 早晚招来国之大祸 是啊 是啊 甘龙 甘大人 你不妨再把法顶上的条款 仔细看上一看 抗拒新法 该当何罪 不必了吧 甘龙我只认得大秦先王的章法 而不听于商鞅的忽言乱语 是啊 此法难行 甘大人也有所激 也颇有道理 法不可变 变则天下大乱 是 有意义新法者 请站到甘大人身后去 至少 未央替王之法 理应兴兴业业 无私公正 好 筑顶明文 已是我大秦心法千秋永存 丁法肇事 理当以血济制 告示国人 来人 走 把甘龙等人拿下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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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过去 老臣 我是一枪忠义之心 国君啊 请国君明察 国君 干龙 干大人 也是辅佐先王的老臣 任凭卫阳一人处置 恐怕不妥 国君啊 卫阳之法 是要灭绝我大秦的忠良之士 乱我朝纲 毁我宗庙啊 国君啊 卫阳之法难行啊 国君 法难行 自尚坏之 国君 现在心法一般 信目以利 难与不难 今在国君一语定乾坤啊 新法颁布 上下疑虑 王侯公卿 盖莫能外 国君啊 干龙王改新法 犯禁抗上 罪在不赦 国旗革职 押尽天牢 明日午时 斩首示众 荒唐 其余有异者 革职为民 永不中用 走 走 快点 干什么 荒唐 荒唐啊 卫阳啊 我倒要看看该死的到底是谁 走 走 座书长 干龙乃太子岳父 还望大人三思啊 立我心法 我为阳不得不如此 行 适财者 奥君 无能者 凤盈 仁义者 乱法 奸恶者 殃民 皆为邦之所患 国之所害 禀太父 公孙甲求见太子太父 告诉他们 太子闭门读书不见 是 太父 公孙大人只怕真有要事 国君既然把太子托付给老臣 老臣就要尽教导之责 太父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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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太子 今天老臣只求见太子一面 死而无憾 放肆 太子 我秦国自魏央执法以来有数位大臣被心法处置 今日 干龙 干老大人 也就是您的岳父啊 与魏央 聚离力争 竟被魏央处以斩刑 什么 魏央竟敢问斩 干大人 太子 太子 魏央不过是借国君之位数自己的基业 如此下去 如此下去 我大秦 威处 干龙 干龙 干老大人 是太子的岳父 魏央此举 完全是冲太子而来 是冲着太子而来 干大人 干大人现在何处 已被押送到祭坛去了 太子 太子 太夫 你也是两朝老臣 你应该劝劝国君 住口 你们为了与魏央争一己之私利 不惜把太子牵涉其中 今日若是太子有事 你等万死难辞其咎 万死难辞其咎 万死难辞其咎 万死人 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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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甘龙 左书长 甘龙被太子劫走 大胆未央 我大秦的天下岂容你胡作非为 太子 左书长今天是奉国军之命行刑 魏央 你蒙蔽夫君杀我秦国忠良 你 太子息怒 魏央有一事求教 别人反对变法 我魏央尚不奇怪 为何太子也参与其中 我魏央所求 乃秦国万事机业 信得军上英明 身知其中厉害 为我魏央以重任 莫非太子以为 国军也有失察之处吗 你 五十一道 魏央要行刑了 请太子退后 你敢 国法非儿戏 请太子退后 五十一道 展甘龙 是 你们谁敢向前 国法非儿戏 知法不利者与甘龙同罪 来 走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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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救我呀 太子 太子救我 太子 太子 行行 要不停 不停 请 魏央 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五马分尸 太子 与承办魏央始日后之事 今日我魏央要追究太子 违抗军命 阻挠刑刑之罪 何人敢伤害我秦国太子 太父 太父大人 莫非要为太子讲情 左处长 执法如山 公正无私 今日 太子救不了 甘龙 在下 也自然救不了太子 太父 太子 乃君之后嗣 天兽于命 不得加刑于身 既然法盖于天 令众于山 公子前 愿代太子受刑 尼补 尼补师道不勤 督导不利之过 太父之意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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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不可 不可 太子 斩去 斩去公子前 左足 以鼎后人 好 太父 太父 算了 快 要 快 这要归功于废景天开签末的变法令 左处长还把周治所定的百步为母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一母 每家百姓的耕地至少比过去多了一倍 他们自然更加致力于耕作了 所言极是 农为安邦之本 战为强国之道 殿法法令 虽千头万绪 其中精益 无非是奖励耕战 四个字罢了 干什么 你们放开我 我要见左书长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他不是昔日城门康幕之人吗 放开我 放开他 放开我 建民现有一物在身 不知左书长肯认得 你是何人 祖从何而来 姬娘乃是无丑伤身之母 他现在在哪 快说 他在何处 不是无丑吗 见到左书长大人了吗 是何人 是海儿 海儿 海儿 鸡娘 我的海儿 姬娘 姬娘 你何以如此憔悴 是大年了 姬娘 这么多年 爹被流离 活不开眼 若不是为四年害人 何必 何必受此人间之泪 姬娘 是害人让母亲 悲受磨难 爱人 自从你走后 为娘 无法生活 幸亏 有一忠厚之人 与我结为夫妻 谁知情未交战 为娘 我招饮苦胆 母绝黄莲 苦苦度食亦终碎 为娘 虽万气双目 却是望穿日月 以盼害儿出人头地 救我母子 脱出苦害 母亲 是孩儿不孝 未能报答姬娘养鱼之人 哥哥 是乌丑天性鱼鲁 害得母亲受苦 无言以对兄长 左首长请起 此乃过往之地 假如被外人撞见 不知究竟 只怕有失国体 不认为你 母亲 请随儿一同拜见国君 请求国君开恩 赦免母亲罪奴之身 来 母亲 来 左首长 此事怕有不妥 有何不妥 如今军决律一般天下 遇免鸡娘罪奴之身 许规决两极 大人如此执法天下 恐怕就 你是怕言之无效 令出不行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若是求国君恩准 特赦 那么左首长便守开坏法之先河 若大人守开先例 是批亲亲私私之事记之而来 前功尽弃 法必败坏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的母亲再次活活受罪不成吗 大人曾有言在先 唯天下 治天下 岂能私天下之力 公私之度 存亡之本呢 母亲 唯天下 治天下 这是害儿说的 是 是 有这句话 为娘就是死也无憾 母亲 你们走 母亲 孩儿 残忍 不 只有天下之 方能黎明安 为娘心里明白 走 姬娘 如此神明大义之母 请受孟兰高一拜 哥哥 物丑愿从军杀敌 早熟母亲罪奴之身 好兄弟 至此 日子 сп 不不? 乖 祝父 这一段左术长说的对吗? 言之有理 这是说民君治国 必须使百姓黎民 以见功劳而得富贵 国君绝无私人之恩惠 任意赏赐 因而教化刑而法度成 自然君名臣忠 国质而兵强 说得对 说得对 太副 魏央斩去了您的左足 难道你一点也不记恨他 为君者不可因人而废言 今日之太子乃是明日之国君 身为太子太傅责任重大 我岂能以小人之心而如然太子 太傅之德操令学生感佩至深 臣唯禀忠心以报国君恩德 太傅 左书长魏央求见 就说我卧病在床 不见 太子太傅 魏央造次了 左书长光临韩府 有何贵干 几次登门拜访 太傅都脱病不见 老臣乃一罪臣 有刑在身 自残行贿 怎敢望见大人 我正是为此而来 当年罪行太傅 皆因太子犯禁 不得已而正之于国法 但魏央对太傅是一向敬重 所以 所以什么 既然你为魏央之法 以异作而训献 往太傅捐弃前贤 和魏央一起同行协力 共定天心 住口 公子谦乃秦氏之后 秦国之臣 兵中心 以报效秦国之君 土干脑 以泄西锤之民 我同你 同的什么心 写的什么力 定谁人之天下 难道 我就不是秦国之臣 左建之公业 左定之天下 就不是秦国之公业 秦国之天下 难料 我卫阳灯门 乃是一片之城 想不到太傅如此贱弱 我卫阳告辞了 不送